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方被曝婚内出轨 随生活混乱 但梁静如没有承认 反而在前夫开展新恋情后送出祝福 如今 赵元彤和新女友进入老夫老妻状态 经常被拍到外出约会 梁静如去年年底迎来新恋情 男友是57岁的知名企业总裁 二人发展迅速 很快被拍到甜蜜的拍拖片段 梁静如大方承认 坦然不再像从前一样 认定爱情就非得一生一世 话虽如此 坠如爱河的她马上变成恋爱脑 开完演唱会即刻越南有吃饭 两人还曾上演海边热闻的浪漫桥段 彼时 台媒曾指林达光事业有成 阳光开朗又喜欢运动 是梁静如喜欢的类型 不过林达光的真实容貌让网友诧异 觉得她配不上梁静如 没想到二人交往仅三个月便已分手告终 梁静如于20日晚突然发文称 世界上任何关系不强求 个性不合的好聚好散 被解读为分手宣言 一日受访承认分手 对于两人分手的原因众说纷纭 台媒曾在去年年底收到网友爆料 称林达光20年年初仍有一个同居多年的女友 不久后跟梁静如交往 质疑男方劈腿 当时朋友澄清 林达光为人光明磊落 一旦有女朋友 就会带着她跟朋友见面 她和梁静如都是名人 如果林达光劈腿 根本不可能公开感情生活 坚信林达光绝不会劈腿 林达光和梁静如交往后 曾被拍到和女性友人聚餐 亲自为她煎牛排 吸引喝红酒的镜头 在和梁静如交往期间 林达光防备心很重 下班开车回家时 常常会都确认是否有狗仔跟拍 离开前还要开着车 绕停车场十分钟 相当警惕 对于网友的猜疑 梁静如在21日受访透露分手原因 何则来 不何则去 相处下来 彼此对人事物价值观大不相同 选择退回朋友关系 从这段文字看出 二人可能是三观不合 选择和平分手 经纪公司也在同一时间回应 称 彼此对人事物价值观大不同 在适当的时候选择退回朋友关系 也是一个成熟的选择 初到21年 在歌迷心中 梁静如依然是那个唱着宁夏 吃着棒冰的阳光女孩 依然还是被粉丝偏爱的大眼睛姑娘 正如她的恩师李宗盛形容的那样 傻人有傻福 成为情歌天后之前 梁静如只是马来西亚一个普通的小镇姑娘 她成长的地方只有一家电影院 长大后能回忆起的所有文娱活动 就是和父母坐在家中的天台上 看着日落哼着歌 梁静如父母相识于歌唱比赛 一家人都有音乐天赋 小时候她常在家里唱歌 父母听到了就一起合唱 其乐融融 后来 父亲决定好好培养女儿唱歌 频繁带她参加各种比赛 为了帮她报名 父亲总是开着家里那台破车 不辞辛劳 东奔西跑 好几次 主办方因为梁静如年纪太小 拒绝她参赛 父亲就想给自己报名 比赛前夕 再向别人坦白 请求女儿参赛 梁静如在她心中 就是最有天分的小孩 不一定要有什么名次 我只是想让她吸取经验 优胜奖和安慰奖也可以 父亲这种妄女成凤的心态 也为梁静如日后的音乐视野打下坚固根基 童年时代 父亲是为她遮风挡雨的大树 揪着她的马尾辫 幼稚地开着小孩子的玩笑 可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 所有的欢乐和依靠 都在梁静如18岁的某一天 轰然倒下 父亲罹患鼻烟癌 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得知病情后 他从医院和弟弟回家 一路上泣不成声 没多久父亲离开人世 那天 他和弟弟在家等父亲的棺木 哭到撕心裂肺 许多年后 四十岁的梁静如仍无法忘记父亲离世的那天 二十几年过去了 我曾不曾忘记 跪着迎接你的棺木到家门 我和弟弟哭得心都碎了 少年丧父 让自小就是乖乖女的他 对稳定的婚姻关系 圆满的家庭生活 充满向往 也要身为长女的梁静如 突然感受到养家的重担 而在此时 他遇到了人生中同样重要的恩师 李宗盛 来到台北后 李宗盛为梁静如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他的名字改成了梁静如 从此之后 梁静如在知情的流行乐坛上大放异彩 成为一代不可替代的情歌天后 二十世纪末 二十一世纪初 华语音乐市场 有倔强的孙燕姿 奖魏的肖亚轩 风格多变的蔡依林 偏偏少一个强有力的能唱情歌的女歌手 李宗盛和滚石音乐将早期的梁静如 打造成一个邻家姑娘形象 温柔 甜意 将少女心事诉说得入目三分 哪怕受伤 也总对明天抱有希望 这种情绪与深度无关 却总能击中处在特定年纪的特定群体 1999年 制作了两年多的第一张专辑 《一夜长大问史》 由李宗盛和光良参与制作 以二十岁女孩子 初恋和失恋前后的心情为背景 为梁静如量身打造了实际首曲目 李宗盛多次对媒体说 之所以选中梁静如 是因为在她的歌声中 听到了属于爱情本质最初的感动 专辑的封面上 二十一岁的梁静如回过头来 一双懵懂却深藏故事的大眼睛望着你 儿童明珠大哥一夜长大 讲述了女孩第一次失恋后 乘着末班车回家 窗外下着雨 她流着泪 想着破碎的感情 领悟了成长的痛处 2000年 梁静如凭借一手勇气 打开了市场 媒体开始称她为情歌天后 活泼的声音 酸酸甜甜的小情绪 对未来的乐观主义 都表达的恰到好处 就连分手也要是快乐的 勇气火了 梁静如也火了 之后的 轻轻可惜不是你 分手快乐 夏天 会呼吸的痛等等歌曲 更是常年占领榜单热门的歌 梁静如短短几年名利双收 成为了流行音乐史上 让人最喜欢的情歌天后 唱着痛哲心非情歌的梁静如 出道多年 直到结婚前 唯一的绯闻 就是与五月天 队员 玛莎没有实锤的恋情 我一直想 为什么那么多年 我们一直都喜欢梁静如 大概是她很出名 却很低调的作风 她从来不吵作绯闻 也没有什么负面新闻 很多新闻八卦新闻说 梁静如与玛莎相恋四年 可是玛莎是个不婚主义 梁静如渴望一个家 两个对未来生活 有不同期待的恋人 只好分道扬镳 分手后 梁静如遇见了台湾商人赵元彤 她许了她一个家 给了她浪漫 有盛大的婚礼 结婚后的梁静如 除了工作时间 都过着了相夫教子的生活 看着她在微博上分享的生活 充满了烟火气息 大家都以为 情歌天后 终于找到 自己最终的归宿 可是谁也没想到 去了梁静如 没几年的赵元彤 开始不安分 频频被拍到 与辣妹在街头勾肩搭配的身影 直到2019年8月 梁静如终于亲口承认 与赵元彤 结婚了9年的婚姻 两人共同抚养儿子 我们都曾在梁静如的歌声里 听懂了爱情 而她也用20年的时间 唱透了情歌里的白转千回 可惜 她们这一场9年的婚姻 最终还是败给了 残酷现实 离婚后的梁静如 并没有沉沦悲伤当中 她带着新歌慢冷冲回舞台 舞台上的她 依然是当初的梁静如 没有被婚便打倒 多了一份成熟和坚强的韵味 离婚一年后 梁静如被拍到 与一名男子 在街头拥抱和亲吻 新闻爆出后 她勇敢地承认爱情 粉丝们纷纷表示祝福 可惜 这段恋情从曝光到结束 只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 2月20日 梁静如亲口承认了 这段恋情的结束 但不管怎样 希望梁静如 能永远有勇气开始 也有勇气结束 感情这东西啊 骗谁 也骗不过自己 在歌声里 对爱情始终抱着 乐观心叹的梁静如 在这一刻终于长大了 大抵世间的情感 都是如此吧 始于懵懵懂懂 胜于轰轰烈烈 最终都归于平平淡淡 正如梁静如的 三段恋爱 爱过恨过 感动过 流泪过 如今再回首 恍然如梦 请不吝点赞